欢迎回来 再来看一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新闻 曾在纽约独立电影节和洛杉矶微电影节 以及多个世界影展上获奖的短片《云》 本月6日晚上在好莱坞联合国际电影节再次亮相 影片男主角来自中国的华人演员邢汉脱颖而出 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在好莱坞这个世界著名的影城 联合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 虽然比不上奥斯卡年度庆典那样豪华 但好莱坞联合国际电影机向全世界电影从业人员开放 每年国立影片国际化的角逐 竞争最佳项目更加激励更为世人瞩目争相参与 1988年出生的邢汉来自中国新疆 2011年从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毕业后 前往纽约电影学院就读 取得表演系硕士学位 刑汉在中国参与陆顶记《红楼梦》等戏剧演出 2015年他编剧兼制主演的短片《勇》 在全美获得多项提名和殊荣 跟了他获得洛杉矶V电影奖至最佳男主角金奖 本次他主演的短片《勇》参展好莱坞联合国际电影集 凭借其演技又再一次也是第一个中国人 得的最佳男主角金奖 真可谓实至名归 我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感谢我的祖国养育我 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我这部片子讲的就是一个 这个文化共通 讲的中美文化 东西文化没有任何隔阂 只是需要更多的沟通 人们可以互相理解对方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 尤其是咱们的来自中国的 这个包括整个亚洲的电影工作者 能更多的在这个主题上切入 尤其是咱们中国现在作为这个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 美国人美国的这个好莱坞 还有整个的这个industry 这个全都非常支持咱们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希望更多的中国的电影工作者 能够加入到里面来 然后创作出更多这个由于世界的 呃体现出正能量的好天好片子来 确实中国行汉主演的短片 永周一部例子的影片 它传达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信息 无论一个人的社会 种族文化背景是什么 这要坑努力 每个人都可以证明他各类的价值 甚至实现人生梦想 即使当今社会 仍旧有很多不平等和文化偏见 以及贫富问题 然而无论你属于什么阶层 种族和拥有什么样的外貌 只要你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 每个人都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 甚至正爱 汉田卫士记者 王富民 路上记报导